然後然後那個寫貝利賓龍 貝利賓龍 龍樹的龍 要寫好然後幫我插下去 然後拿一個角色 然後插下去 有標本喔 來那個注意一下 我們我們會先採標本 就是說這兩天會讓大家辨識 這40種重要的橋木 在這個高山基地這個地方 你們如果不管回宜蘭花蓮 或者是你自己的場域 你要進行富裕的話 一樣是你先盤點 因為那個地方不一定是菲律賓龍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進行盤點 你這個地方的樹木是什麼 所以呢這個菲律賓龍我們採集的時候 採集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這邊做標示 剛剛的那個竹竿 然後他會寫上名字 好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要敲著 好等一下一起過去 我們一起過去 來這個 那個都慢一點沒有關係 我們就這樣子寫好有沒有 寫好之後 然後這個 因應這個我們高山基地呢 盡量不要有人為的設施 所以我們就跟小馬討論 就是用竹竿 然後用油漆筆 然後等一下請 你幫忙用一個石頭把它敲下去 然後敲下去之後呢 這個菲律賓龍你看 這個菲律賓龍你看 那個他結果實的時候呢 菲律賓龍有結果實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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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η姿 好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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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的原生樹木富裕 有一些困難度 給我一個棍子 我跟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的原生樹木 好 好 好 你剪下來 我跟各位講 我跟各位講 原生的樹木呢 它為了要分散風險 它為了要分散風險 它不是像我們的果樹什麼柳丁 一下子熟 整棵樹就全熟了 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慢慢熟的 一顆一顆熟的 所以呢 每一次出去你要踩到熟的 你看這個枝條 就只有一兩顆熟 只有不到5%熟的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熟的才會發芽 其他沒有熟的 是沒有辦法發芽的 所以你會看到 所以現在它可能還要再過幾天 才能夠來採會比較適合 所以呢 這個 現在目前 所以我當它已經開始開花 這個是引花 這個都不是果實 你現在所看到的 因為這個是龍 引花 所以它的花是開在裡面 像愛玉一樣的 所以你必須要一直等 等到什麼 等到它已經全熟了 才能夠來採 不然你採是沒有用的 而且它的成熟呢 是一顆一顆 慢慢熟的 所以呢 這就是 每一次我們在做富裕的時候呢 只要這個 這個種子的這條剪下來就好了 然後我們去採一下蟲屎 來 再見 再見 再見